水里老人会为了庆祝父亲节以及7至9月的寿星 之前特别举办寿星亲生会及父亲节活动 有许多的嘉宾一同到场参与 先员黄春林、陈淑慧、王秋淑、友浩、林如阳 也到场与长辈们同欢 今天是我们水里香老人会第三季的庆生会 及庆祝父亲节的参会 春林在这里庆祝天下的父亲 身体健康 父亲节快乐 祝我们水里老人会晤苍隆 真真日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男生 因为父亲节大家都没有去做表达 所以在这个前夕 可以祝福我们天下所有的爸爸们 能够父亲节快乐 也非常感谢他们对家庭的付出 活动现场嘉宾云集 除了宣告各项事物外 也扳坐来请会员们吃饭 县议员们也都给予诚挚的祝福 我们看到大家不仅庆祝父亲节 同时大家还一起参序 地方的长辈非常的开心 也可以一起走出家门 大家齐聚一趟 所以再次肯定水里老人会的用心 也祝福还有我们许多的就是相亲好朋友 还在这个值得祝福的日子里 一定要跟爸爸说声我爱您 我们这次老人会的庆祝活动 都可以圆满成功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爸爸们 都可以父亲节快乐 所有的老人会的时段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其中除了宣告老人会事物外 也是宣导的好时机 因此透过活动的办理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现在县府 针对老人假牙的推动与申请方式 在我们南投县政府都非常注重 整个一个老人业务的推动 以及老人福利的争取 比如说我们的老人的假牙的补助 熟会长所基层 在参加老人会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老人家 他们不晓得假牙要来怎么申请 资格上怎么来做一个分配 所以我熟会就藉由来参与老人会的 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 来宣导老人假牙一个申请的方式 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参加 四个老人会的整个一个庆生的活动 期望透过老人会举办的 受信庆生会继父亲节活动 不但能够让大家起居一堂外 也来庆祝父亲节 医院们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 记者邱平易 帅里乡采访报道 我希望你们看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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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